4. 星島日報 微電影回家點擊如億次 2015年7月27日中國A15 嗅覺敏感的商家 不斷推出各種迎合同性戀者的商品和服務 Glutic CEO 簡樂 不但以涉足自製劇集,還計劃設計理財產品 深圳G有工作室創此人彭鳴音則進軍同志遊戲市場 今年春節期間,一部講述男同性戀的微電影回家點擊量高達過億次 外媒評論稱,電影作為一種強大的方法 正在提高中國同性戀群體的可見性 繼從泰國人進同志劇集不一樣的美男後 簡樂以迅速涉足自製劇,以想赤獸G集我和X先生同志自製劇 守護視頻點擊平均每集五十多萬 雖遠不及熱門劇集,卻有一批穩定觀眾 簡樂還對同志理財產品亦表達興趣 很多同志可能活有孩子,如何解決養老問題? 我們可以設計一些妥善的保險方案 在美國三藩市,同志理財已經十分成熟 彭鳴音則把觸各身向同志遊戲市場 在G有研發的一款德州破克遊戲 所有人物形象都是擁有閃亮肌肉的猛男 彭鳴音透露,只針對同志打造的遊戲也已經研發完成 通過遊戲交友,總比直接約有意思